投资这种东西本身就有风险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早通开修草丽记团长草叶 在频道上大方分享投资比特币的经验 还成立挖矿机台 没想到事业才刚起步 竟有人打着他的名号招摇撞骗 可是你有送我没有钱 我有送你比我快其他的 镜头前有说有笑 草叶旁的黑衣男是周姓卖家 让人只有之前合作拍影片 没想到却被对方拿来当作 宣传招牌 陆续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控诉周姓卖家 打着草叶的名号卖挖矿显卡 不仅在店内摆出两人合照 还提供草叶的私人号码 提升客人的信任度 没想到下单汇款后 对方却各种推托 长达半年不出货 出估几人受害损失破千万 包含我自己个人的合照 以及影片 以及我个人的肖像 还有我个人资料 都被他泄露出去 取信这些受害者 透过人去联系这位周秉瑞先生 那他也都没有做任何的回忆 曹爷也出面澄清 承认刚开始接触挖矿 觉得对方好相处 才会合作拍影片 但两人早就没有联系 国内海外 海外也有受害者 那总共人数串联最少二三十人 总金额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 从前天开始到今天 应该都陆续都会先去做备案的动作 莫名被冒用行骗 对此草业已经委托公司法律顾问 不排除提告 也向粉丝喊话 会替他们讨回公道 希望别再有人受骗上当 在新闻郑小人 邱小云台北采访报道